好 環保護大地 連企業也要一起來響應 繼續就來看高雄岡山 這一間雞電公司 邀請C志工來指導 環保分類的要決 同時也邀請志工前往公司 示範正確的回收方式 企業該怎樣做回收 岡山的這一間公司 副總親自翻垃圾桶 跟員工機會教育 從副總帶頭做起 把公司中的垃圾桶 好好檢視一番 哪些是資源 哪些該做清理再回收 要更加的確實做分類 企業員工除了 第一個機會教育之外 還要分梯次參與環保 我問一盒到七盒 你看四盒七盒嘛 一盒到七盒都一包特別 周末應該是休假日 但是員工戴上了手套到環保站 從實際做當中 回想自己日常生活裡 錯過了多少 把我們那天的成果 就是有分類的東西直接帶過來 但是可能也不是分得很理想 可能要去 所以我們同仁會分 做七個梯次來做學習 可能他經過這個學習的經驗 他就懂了怎麼去分類 減少這邊的一個負擔這樣子 發自內心的想要為環保盡一份力 企業主管和慈激職工合作 要共同努力 把親近在源頭的概念 從個人到群體徹底的發揮作用 大家新聞 朱榮蕭鴻樹高雄報導